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一个可以治疗长期失眠的秘方 这个秘方是我有位朋友的亲身体验 他说他长期都失眠睡不着 睡觉的睡眠质素也很差 但最近他每天都吃一碗 失眠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我会把这个秘方介绍给大家 其实材料方面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些蛋白、全脂奶和砂糖 我今次的份量是做两碗的 首先鸡蛋我们要先洗干净 洗干净鸡蛋壳 我倒出来的时候 左右左右 就可以把蛋白和蛋黄分开 蛋黄可以留在做其他菜 用 如果怕脂肪含量高 你可以选择高与低脂 奶本身有很丰富的 氨基酸 有乳糖、蛋白质、脂肪 还有维生素 也有丰富的矿物质 由于营养很丰富 对我们身体也有好处 另外 放了三包砂糖 大概是20克 放在奶里 然后搅拌均匀 等糖溶 然后 可以慢慢把蛋白 加上去 搅拌均匀 我大概搅拌了3分钟 最主要是把蛋白和奶混合 不需要说发得太厉害 只是把它搅拌均匀 而这个蛋白炖鲜奶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而它的益处也很高 还有我的朋友 除了睡眠的质素改善了 没有失眠之外 我看到它的皮肤也漂亮了 因为蛋白也是鲜奶 蛋白也是有美白的作用 所以看到它的皮肤又漂亮了 人又精神了 容肝换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甜品 真的很有益 很有好处 而做法也很简单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 我搅拌均匀 之后 我们就用一个 筛 把它搅拌均匀 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它的奶 会滑一些 而且 把它的东西 尤其是搅拌均匀 它蒸出来 样子又会漂亮些 你看到 我那个筛 已经隔了一些泡 另外 你再看到 表面有些泡泡 你也可以撇走它 蒸出来就会漂亮些 其实呢 平时我们蒸水蛋 那些都是一样 它面头的泡泡 你也可以撇走它 其实今次呢 你蒸的时候 可以加锡纸 盖面 又或者像我这个器皿 它有个盖子 那你可以盖上盖 那 煮滚一些水 那水滚呢 就可以将那些 炖奶 放上去 那大火 蒸它12分钟 那其实都视乎你 那个 做的份量 那我今次蒸了12分钟 那其实呢 就已经熟了 那就可以拿出来的了 那如果你想试一下它熟不熟 你可以轻轻用一条牙签 刺下去 都可以看到它熟不熟 那这个炖奶呢 就最好攀冻一点点 先吃 因为现在刚刚蒸完出来 它就会 好像稀一点 那它是会慢慢冻了之后 就会越来越结实 那么 每天一碗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功效 那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的 因为做法又非常简单 好像现在这样 我做了两碗 那一碗呢 就会攀冻之后 放回到冰箱 冰冷它 明天才吃 那现在你看到呢 是不是很滑滑滑滑 是非常好吃 和又滑滑滑的 那你也可以试试做的 那一终有一条影片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频道 还有我也很欢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那另外在我频道里面 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单 那每次拍完影片 就会处到播放清单里面 那如果你有时间 也可以看我以前拍过的影片 那另外我有一个 paylist 就叫做交游乐 和有一个新进微电影 都是支持一些年轻的youtuber的 那你有时间也可以按进去看看 那另外在我影片下面 就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按了之后 按下旁边的钟仔 选择全部 那就订阅成功了 是费用全面的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还可以like 那我们下次再见 byebye